哈喽Vogue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杨超玉 接下来我要去参加巴黎世佳的春季二五发布秀 一起和我进来准备吧 反正我没有画特别长的眼线 我就觉得清透一点 去巴黎的时候我想着 我说那在上海举办会跟巴黎有什么不一样 我发现原来就是在上海 它结合了很多在中国的一些元素在里面 然后发现结合得很好很有意思 而且那个小包子也很可爱 在中国的时候就打开了咱们的小笼包 还有这个定胜膏 定胜膏也展示一下 这个 这个是艺术总监丹门手写的一个邀请函 而且这个花是勺药我就很喜欢 特别喜欢勺药的味道 然后我妈也很喜欢种勺药 我妈就是会给我床头摆上那个勺药 你知道吗 我每天晚上闻到那个味道睡觉 我就觉得很喜欢 然后我有时候买香水的时候我也会买少药味的香水 这个外套就是我今天要看秀的衣服 大家对我的印象可能是甜甜的 但我觉得有的时候不管是时尚或者什么 都是要有反差在里面才能更加的发挥它的魅力 而鞋子是这个 咱们就说酷鞋一提什么都不用操心的 因为我之前拍杂志的时候也是配了一个就是跟 白丽石家那个秀上很一样的那种尖尖的美感 我就觉得很尖锐又美丽 那我现在就准备去换妆啦 一会儿见 哈喽 我的衣服换好啦 大家看一下吧 这是我今晚要去看秀的造型 怎么样 这边是不是还能坐两个人 今天搭配的是这个包包 然后呢这个包包上它是有很多的这种配饰 海豚还有这种小猩猩还有小猫这些东西 就很像小时候的会去买的那些配件 会有一种童年的感觉 就是生活中常见的东西变成时尚之后 会觉得时尚原来触手可及 因为我看到它就是社交媒体上有一些预告 说会有一些什么很厚的那种厚底鞋 其实我还挺感兴趣的 虽然我已经买的鞋越来越大了 服装试用的那个衣服防尘袋的形状的包 今天去秀场看一下 是不是都有这些单品 享受就行了 没有什么 我觉得巴黎试着家的秀还是蛮松弛的 不需要微笑 就是做自己很自然的状态就行了 就是这样 你拍吧 我本来就很美的 好啦 等会我要准备出发啦 准备到秀场 看看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视觉和听觉上的盛宴 也非常感谢Vogue 我要出发啦 拜拜